翻唱開始 哈囉 我是Nana 我最近感冒 所以聲音聽起來可能會比較奇怪 還請大家見諒 以前拉麵還沒有那麼多間的時候 想吃拉麵大部分都是選擇連鎖品牌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花月蘭 為什麼呢 因為它真的太鹹了 而且它那個酸味是濃到我會頭痛的那一種 所以之後想吃拉麵 我就不會考慮花月蘭 這幾天我老公把車子停在全家附近 然後他買了一個東西 就是這一個 花月蘭大蒜全骨拉麵的泡麵板 他一回家我看到這個我就覺得他真的是在整我 怎麼會買這個呢 那買都買了 還是得吃 這個袋裝的好像是59塊 那他另外有個碗裝的是79 我實在不太能理解多一個碗多20塊的差別在哪裡 這個也太誇張了吧 那不管是59還是79 當然都比店內吃便宜啦 就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樣 講一樣好像太嚴格了 味道有沒有差不多 那現在就來吃吃看 這個大蒜全骨拉麵的泡麵板 是可以用沖泡的也可以快煮 那它是說快煮的風味會比較好 不過因為我今天有點深深 所以我打算用沖泡的 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500ml的水 然後等三分鐘 還有它下面特別強調 調理包可以放在熱水中預熱 這樣蜂窩會比較好 打開之後我可以看到麵 它就是細細的麵 所以一定不是拉麵 再來還有這三個 高湯包 蔬菜包 跟調理包 500ml的熱水 好三分鐘到了 打開來看看吧 感覺好像真的要用筷子的 面材會比較透 這樣泡 感覺很硬欸 再來就是放調理包 好那這碗花月蘭大蒜全骨拉麵的泡麵板 已經完成了 那就來吃看看吧 首先是湯頭 我覺得 嗯 可能是因為麵的關係 所以 它喝起來就是有泡麵的味道 然後 沒有 店裡面那麼鹹 酸味那麼重 就還是偏 在泡麵類還是偏 重口味的 但是 跟在店裡面吃就是味道不太一樣 麵的話應該不用講吧 它就是 泡麵阿 這一看就 就不一樣阿 那我覺得 如果有 條件的話 就是用筷子鍋煮會比較 好啦 因為像我這樣用泡的感覺 不是那麼的完美 嗯 因為這個就是泡麵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泡麵 不是拉麵 我覺得它如果想要讓這個更香店裡面的口感的話 它應該要像類似滿漢大餐那種非油炸的麵條 吃起來應該會更香 然後肉 我有點忘記它那個就是店裡面的版本是什麼肉 吃吃看 肉還不錯 肉還可以 以泡麵來講的話 我覺得 這個肉算是口感還可以 沒有到很柴 然後 大小 也OK 除了兩塊大的還有幾個碎的 薑的分量 應該算 還可以吧 然後花月朗好像會 在旁邊附上蒜頭嘛 就是如果你覺得不夠 你可以自己加 我忘記我沒有 沖的 反正我是準備的 那就 加進去看看吧 蒜頭要用這個 好那我蒜頭已經弄好了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吃蒜頭 但不知道為什麼 華月朗的這個 他們店裡面的那個拉麵的蒜味 就是會讓我頭痛 好那現在就來喝喝看 加了大蒜之後的湯頭 我手不一樣 就是因為那個蒜味會讓我頭痛 所以我才覺得我老公買這個回來 根本就在折磨 好那下來喝看看 就是蒜味變更濃了 但是我覺得他 整個表現就是跟店裡面的味道 不一樣 就是泡麵 然後加了大蒜的那個味道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好那我要趕快來吃這碗麵了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忙工作 然後總沒有吃 現在已經五點半了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麻煩幫我按個喜歡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按下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想說的話 或者是想看的影片主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我是Nana 下次見掰掰 補充一下這個湯還是偏鹹辣 然後像我一樣感冒喉嚨痛的人 盡量先不要吃 因為這樣喉嚨會很不舒服